交点主题6 向量加减 时数机的坐标表示 若向量A等于A1 A2 向量B等于B1 B2 且R为时数 则 括号1 向量A加向量B等于A1加B1 A2加B2 括号2 向量A减向量B等于A1-B1 A2-B2 这里的加法和减法所代表的意思就是 两个向量的SY分量相加减 括号3 R向量A等于R A1 R A2 如果是R向量A的话 则是把它们的分量乘以R 老师讲解6 已知向量A等于E3 向量B等于45 向量C等于26 4球 第一小题 向量A加向量B 第二小题 3向量B-2向量C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的解析 第一小题 向量A加向量B 我们把这两个向量的坐标表示写出来 分别是13加45 接着我们把这两个向量相加 可以得到1加4 3加5 合并之后得到58 第二小题 第二小题 3向量B-2向量C 一样我们把向量B跟向量C做代入 可以得到3倍的45 减掉两倍的26 我们把这里的系数乘进去 合并之后可以得到1215 减掉412 把这两个坐标相减 可以得到83 我们把这两个坐标减